这是一颗携带僵尸病毒的小球 男人猛地把他打出去 小球顺着草地滚到了球洞 可病毒却顺着排水管道 进入到了饮用水源里 开始了肆意扩散 随后进入到了这杯水 女人把水递给男人 他看都不看就全干了 接着他去超市后 发现身体很不舒服 于是赶紧回到了家 刚进门牙齿就开始流血 他急忙擦拭 刚想上楼变异就开始了 很快他就上了楼 着急忙慌地抱着妻子就开始咬 女人当场就死在了浴室 另一边小白的母亲在座蔬菜汁 也加水搅拌起来 喝完蔬菜汁就睡着了 这时小白到冰箱拿饮料 后边的母亲奇怪地站起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女人张开大口就冲向了他 懵逼的小白只好一直跑 很快就被追到了街上 突然一辆车把母亲撞飞 司机强叔说 你的母亲已经变成了丧尸 赶紧离开这里吧 这时又冲过来几个丧尸 强叔赶忙开车跑路了 小白好心把母亲拖回家 把门窗紧闭 又把母亲锁到浴室隔离 这时的小镇已经彻底沦陷 为了防止丧尸冲向城市 他们直接把大桥炸毁 电缆也被炸断 小白看到后陷入了绝望 随后他走进卫生间 想给母亲吃点菜叶 妹妹从后面爬了起来 还一转身 孩子已经跑到了母亲身边 小白赶忙用菜叶吸引母亲 爬到客厅的时候 母亲碰掉了电视柜的腿 小白健壮难过了五秒钟 为了生存下去 他带好装备和妹妹打开了门 用猫咪吸引丧尸的注意 跑到了外面 丧尸很快就追来了 他来到超市 发现门被锁上了 特价克完了 危机之时 一个人把他拉了进去 原来是昨天撞飞母亲的强叔 男人对小白说 城市的水出现了问题 凡是喝过水的都变成了丧尸 第二天他们从超市出来 强叔还带上了丧尸女儿 抬车准备前往安全的地方 另一边两个特工来到小镇 他们为了销毁丧尸病毒的证据 找到了执行任务的男人 原来他们公司研究出一种让草变绿的药剂 他们在高尔夫球场实验 导致了丧尸病毒的爆发 好在他们有解药 但机密怕泄漏 把男人灭了口 随后来到球场投放了解药 此时强叔他们来到自来水厂 想要调查一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带着自己的丧尸女儿和小白一起走了出去 突然前面有啥动静 丧尸女儿立刻就冲了过去 两人紧紧跟在了后面 接着就跳进了水池里 强叔赶忙跳下去要捞女儿 突然蹦出来一只丧尸 强叔本能地把女儿挡在前面 闻到同类的味道 这才让丧尸平静了下来 但小白发出了动静 被一路追到了车上 强叔赶忙拉女儿上岸 没想到用力过度手臂被扯了下来 很快他也从里面出来 靠着女儿这个挡箭牌回到了车里 但强叔有点崩溃 因为跳下去很可能也会被感染 接着他们到了高尔夫球场 强叔把丧尸女儿关在仓库 小白用椅子围了一圈把妹妹放在了里面 然后想和强叔一起找生还者 但强叔怕他拖后腿 就让他和妹妹在一起 结果小白回来后 发现妹妹早就没了踪影 他赶忙到处寻找 这时强叔发现这里布置了炸药 正当他顺着线路前进时 身体却因为感染变异了 他强撑着找到引爆器 用女儿的断臂打掉了连接线 但是被特工们发现了情况 于是再次返回 途中正好看到了小白的妹妹 一个特工把丧尸病毒倒在了地上 妹妹拿起来就放进了嘴里 这时小白找过来 两个特工躲了起来 他抱着妹妹刚要走 特工就出来了 无中妹妹的嘴准备灭口 结果妹妹突然变异 一口咬到了特工 变异的强叔也冲了过来 小白倒退了一步 正好踩在了丧尸解药上 白色烟雾弥漫了整个屋子 这时强叔开始追击起了小白 可马上要下水时 却停止了攻击 原来解药正好起了作用 随后他们一起躲进了仓库 然后用手机拍了视频 发布到了网上 一下子就上了热搜 姨妈也看到了新闻 军队立刻出动展开救援 等到小白出来 救援队已经到了 妹妹也恢复了仁样 可她看到活人 竟然也被一起射杀了 恢复正常人的强叔 也没能幸免 小白绝望地跑到了另一边 突然她看到了熟悉的人 赶忙用断臂挥舞 原来姨妈开着小船 迎接了兄妹俩 随后小白把断臂扔到了水里 一条鱼吃了两口就走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来以后还会出续集 好了 我是小帅 我们下期再见